在畫面中可以看到園警衝進一處養生會館大棟做茶器 原來眼前一整排的小房間全都是在做非法色情行業 好幾名小姐看到警方上門茶圈都下得不知所措 但也只能乖乖配合 台北市中山警方之前在林森北路某大樓地下市 發現有養生會館掛羊頭賣狗肉經營大型硬招戰先帶來聽斷警方說明 以合法大型養生館掩護色情硬招戰 從事半套或全套色情按摩 當場查獲南客與小姐正從事性交易 並查扣營業所得新台幣57萬元 監視器 無線電 點鈔機 工作用手機 電腦及帳冊等章證物 大樓地下室的空間隔成好幾間小房間 以養生會館掛名但實際上卻在網路上刊登色情廣告疑次欄客 警方茶器通通拜回警局 現場查獲無心負責人及周姓員工等9名 以及南客人11名 還有按摩小姐31名 警方除了依社會繼續維護法 才罰現場從事性交易的小姐及客人之外 另外場所負責人以及員工等9人 則是被依刑法妨害風化罪協疑送偵辦